哈喽 大家好 我是起聪 大家都知道最近呢 因为这个楼佛周旋呢 小弟我是非常活跃于自己家乡巴洛的那些网络宣传战 OK 当然既然是宣传战的话 就要打仗了 就跟很多人吵架咯 很多马华人吵架咯 然后那些马华枪手们呢 我是觉得真的是很无聊啦 很无聊在哪里呢 我明明不是候选人 但是他们呢 却放着那个行动党的候选人不攻击 是不是就全部来攻击我一个嘛 弄到我家乡的那些群组那个版主都在那边笑说 老吴啊 我看你比所有候选人都还红耶 因为那些马华的枪手一直强着我来骂嘛 OK 不要紧 OK 这些马华枪手呢 主要来来去去都是围绕在同一个课题 就是白班耶与我 如今这么卖力帮这个火箭做宣传 纯粹是为了要在火箭里面谋取一个一官半职 要谋取商政什么哔哩巴拉之类的 OK 不要紧 我今天呢 我就在此做一个个人的宣布 我在我的标题已经注明了 这是一个我个人微不足道的宣布 我个人很人为言情外聊 我只代表我一个人 不代表我任何的团体 我代表我一个人 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宣布 就是呢 我在此宣布呢 我无其冲本人 我在火箭里面 我终生退居幕后 我绝对不会争取上政任何博州议席 OK 我甚至连任何的官职党职 我也不会拦止 OK 我在此宣布 虽然我做这个宣布呢 可能会有些人想吐槽说 哎 上头都没有讲到给你啊 你在那边自爽干嘛 没有什么 所以我标题已经写好了 微不足道 我自己本身微不足道的宣布吧 我这句话我不是讲给火箭人听 我是讲给马华人听 OK 所以呢 你们如果还想再继续 业余我啊 为了官位什么 你今天记得我今天这个通告 这个宣布 我在此宣布我从此终生退居幕后 我不会争取任何的官位跟上阵的机会 其实啊 这个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 其实是一路来很久的事情 只是我没有做宣布罢了 OK 我告诉你们 2017年我要加入行动党的时候 那时候我跟刘正东 还有跟这个居然的行动党主席郑菊豪 我们在这个居然的绿园的咖啡店那边 会见面 那时候呢 刘正东 他很清楚的告诉我 他说 哎 其冲 老师说 我不能够承诺你任何任何的东西 啊 就是啊 上阵机会之类的啦 OK 那时候呢 我就抓着他手 我就说 不要紧了 啊 我没有要求任何东西 我现在呢 我只是要做一件事情罢了 我要打死国阵 啊 OK 这件事情真正的发生了 OK 你们可以找回刘正东 可以找回郑菊豪作证 真正发生了 2017年的时候 我在没有任何的条件之下 我就进行动党了 啊 OK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一直到现在最近的周旋 你们可以去问刘正东 可以去问张念君 我有要求过我要上阵吗 啊 你们可以去问天地良心 我告诉你 我没有要求过 我从来我都没有要求过 啊 OK 所以我现在在这里 一次过了断你们所有的念想 就是啊 各位麻花枪手们请听着 我在此宣布 我终生退居幕后 我在火箭终生退居幕后 我绝对不会要求任何的上阵机会 我也不会要求任何的一官范子 但是我依然活跃于网上继续打狗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了 OK 这只是一个我个人唯一不足道的宣布 啊 拜拜